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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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燕骨館堵裁了 他也是造成耳鳴的一種原因 我們說燕骨館堵裁造成耳鳴 一般算是更是好的 那麼燕骨館堵裁有幾種情況 一個就是由於我們抵槍 抵槍要通緝障礙 比如說在燕骨館開口 就是在鼻槍的後面 由於有一些氣質性的阻塞 比如說鼻炎骨的腫瘤 比如說鼻炎骨的腫瘤 因為它壓迫了這個燕骨 把它嚴殼 它可能出現耳鳴症狀 而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一定要警惕 就是要去除這個燕骨館阻塞的病點 也就是說我們要治療鼻炎骨的腫瘤 這種 這種 這 鼻炎骨的情況 總明示好 如果耳鳴症狀一般出來 它會消除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鼻炎鎮 比如說一些我們前面說過的 一些肥後性的鼻炎 比如說肥後性的鼻炎 它可能也是一個 治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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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治療正常以後 這個鞭骨 它連骨網開口 通常 嚴骨感功能 它就恢復正常 它的耳鳴也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 我們要去除了 這個鞭骨